在生活中,很多普通的女孩子都有一两个玩得很好的女性朋友,平时一起逛街,一起玩耍,一起挖挂,有的时候还会穿同款衣服,这样的情谊被称为闺蜜。 虽然娱乐圈中的感情真真假假,但是也有几个人,他们之间的闺蜜情一直为人称赞,成为嘉行签约一人的热巴近几年也是非常火,他出演的很多作品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,并且他也是一个很勤奋的人,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为了工作,很少有关于他和自己朋友的消息,其实为了成名,热巴也付出了很多,熟悉他的人透露,他曾经一年都没有休息过, 更不要说和朋友们一起外出玩耍了,认真了解过他之后,会发现他也是有闺蜜的,他就是杨幂。 大秘密不仅是热巴的老板,更是他的前辈和和好朋友,他也曾表示看到热巴的时候既喜欢又心疼,虽然热巴在公众面前看起来很活泼, 其实私下里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,大秘密觉得热巴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,他也发现了热巴的优点,在签约之后,他更是全力捧红了热巴,可以说是热巴的人生伯乐。 对于大秘密,热巴也很感激,并且两个人的关系很好,每次出现都很亲密,他们这样的关系,大概是老板和员工最好的状态了。 在大家的印象中,贝贝和大秘密,大江北等人玩得很好,他们经常一起聚会,并且还会在公众平台上晒出照片,但是其实和贝贝关系,最好的人应该是妮妮。 说到这两个人的关系,很多人都会表示惊讶,因为他们合作的作品并不是很多,他们一同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次数也很少,其实他们也是因为一个电影而结缘,在其中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, 没想到这份感情还延续到了戏外,两个人的合作虽然已经结束,但是他们依旧会经常联系,并且还会一起吃饭聚会等等,后来他们更是穿上了一样的衣服共同参加,在向往生活的这个节目,他们之间的姐妹情谊也很让人羡慕大,因为合作而成为好朋友。 还有谢娜和赵丽颖,这两个人本来交集很少,因为娜娜的事业发展,主要集中在主持行业,营宝则是一个认真的演员,后来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像来了这个节目,他们气场很合,在节目中关系就很好,私下里他们也是好朋友,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过很多质疑, 但是却不得不承认,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,从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,我们都知道营宝是典型的工作狂,她每一年休息的次数很少,娜娜曾经在一个采访中透露,营宝给自己放了三天假,她还专门来找自己玩,可以看出,在营宝心中,娜娜是一个重要的存在。 此外,当娜娜的宝宝出生的时候,营宝更是在第一时间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和贵重的礼物,这样的深厚的情谊,真的是不容怀疑,娱乐圈还有一对明星,他们为了守护对方的声誉,不惜去得罪其他人。 当范伟奇在网络上被众人责骂的时候,首先站出来为她发声的就是梁静如,并且她还为了自己的好朋友取关了张韶涵,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为朋友两肋插倒。 虽然有很多网友怀疑梁静如是想借着这件事情提升自己的关注度,但是对于这种负面猜测,她直接把戏回队,趁维护好友是自己的职责,其实回顾这两个人的出道经历可以看出,他们很早就有联系了,并且他们也经常在公众平台上进行互动,有的时候还会晒出两个人的亲密照,他们还会做和普通闺蜜一样的事情,比如看电影,一起唱歌等等。 并且他们各自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,也会很贴心的为对方助力,因此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的。 作为好朋友,梁静如努力的维护自己的好友也是很正常的。